看到宋大山回来,大伙纷纷恭喜 李正林茂峰笑着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山,这下高兴了吧,孩子没事 我看哪,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 宋大山的激动不比之前的母子俩少 看着宋辰跟宋王室站在一起的画面 他一个操汉子的眼睛都觉得酸到不行 好几次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借大伙结言了 宋大山有些哽咽地硬了声 甚至还低头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宋辰有些看不得这样的场景,干脆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他已经不傻了 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这样,以后他干什么也方便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 这次我能大难不死,都是靠大家帮忙积福 我宋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家的好 宋辰的话就像是一个炸雷,响在众人的耳边 这些话是个傻子说得出来的吗 绝对不可能,好吗 大山,这,陈姐他 林茂峰也被惊呆了 别正说,这几天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梦里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东西 等我醒来了就好了 这是宋辰亲口而言 大家终于也都相信了 傻子不傻了 一时间,大家神情都显得敬畏 睡梦中经历的这些事 可不就是得了神剑的眷顾吗 众人一拥而上,都想要再问清楚些 宋辰都耐心地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好不容易送走这些人 宋辰只觉得脸上的肌肉都要僵了 肚子也是饿得咕咕直叫 自从被毒蛇咬后 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好 太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